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妮娅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当中创美国总统 夏令暗杀伊朗将一次来骂你的事 那我是怎么样注意到这件事情的呢 除了铺贴满地的媒体报道之外 最主要还是最新我们家宝伴 每晚在哄娃娃睡觉的时候 经常给娃讲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呢 各种实施财经啊,政治经济啊 从巫师财经,讲到股票股市 再到各界商业,科技大佬 然后宝宝呢,一般听到这些故事 马上睡觉,睡得特别快,睡得特别香 知道为什么吗 宝伴在给你刚买一周岁的婴儿讲字的运作 讲马云东哥,还有川普谈何等等 大家看一下,这些话题啊 一个小婴儿怎么听得懂呢 他听不懂,当然马上就睡啊 这里哄娃的宝伴,宝妈可以参考一下嘻嘻 不过呀,说归说,娃娃听不懂 我听起来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现在呢,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事情啊,里面是一个很有趣的政治动机 然后呢,说白了就是川普想得有这个机会 然后能够获得大选的连任和共和党的支持 然后啊,原本是面临着被弹劾的创,也就是impeachment 川普是什么人啊,他是商人啊 商人是要抓住一切商机,抓住一切机会翻身啊 这个时候啊,最大的战略意义呢 对于川普来讲不是别的 就只有连任这一件事 然后他使用了这个最公开,最招摇的方式 暗杀了斯兰曼尼 并且暗杀方式极为财人 他用的是忍者地狱火导弹 美发导弹的里面有6片旋转刀片 俗称飞刀斩首 而且斩首还不够,事后还不够 发射了2次导弹来爆炸 这次暗杀呀,让两个国家的这个矛盾力 出乎失败了极点啊 伊朗誓言要对美国进行报复 伊朗有20万人民在伊朗街头上集会 然后呢,他们就狂喊着一句话 That's what America 就是杀死美国人的意思 这句话呀,表现出了他们的愤怒还有不满 他们说呀,美国在海外有18万美国战士,美国士兵和美国老百姓 他们攻击的目标呢,就是中东的这些美国人啊 那这次事件呢,我们老百姓对这些事件 其实是非常担忧的 因为什么呀,感觉这些事情首先会影响到市场上的股价 影响到股市,银行的方式 影响到原油市场 那么房市呢,也会受到影响 有些老百姓啊,也不敢乱出门了 然后那些在中东的美国公民呢 也都争先恐后的买机票回国 搞得鸡绕都涨价了 影响最大的就是啊,原油 这个原油呢,从斯莱曼尼被砍头之前的56块钱一桶 到咱们现在的62块两毛五一桶 简直是用非一般的速度在增长 然后呢,互联网上对这次美丽战争升级 和恐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也是搞得轩轩扰扰,沸沸扬扬 什么样的预测,什么样的预言都有啊 但这个事情呢,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就是一个川普的政治策略 主要呢,就是转移大家的视线 从而不被弹劾 一直以来啊,我们老百姓对他这个人的个人能力啊 做事风格啊,外交手段啊等等等等 各方面都一直存在着质疑 那这些质疑呢,无疑是对他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一个政治干扰 超级大的半角石啊 他呢,并不是想要打仗 而只是作为一个商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那么对于伊朗来讲啊 这次世界最大的战略利益啊,就是能解除对他的经济制裁和政治限制 然后呢,这么多年了,各种求饶,各种服务,还有装怂 无谓啊,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经济制裁给解除掉 然后呢,美国啊,站在他的对立面 当然就是不想解除这个制裁啦 本来这个事是不太好搞电的结果 因为之前呢,19年的时候,让美国伊朗打仗 伊朗啊,是一点都不占优势的 因为目前呢,伊朗的这个中程中级导弹 最远呢,才能够达到1500公里吧 打不到美国,最多也能打到欧洲去 所以啊,打都打不到美国本土 所以伊朗没有任何的战略优势啊 然后呢,在这个苏兰曼尼被暗杀之后 伊朗派的这个在野党,占优势的也就是什叶派 他们想借这个机会,让美国彻底的撤出伊拉克,撤出中东 所以伊朗呢,就可以顺势推出这个和谐力 紧接着啊,让美国取消对他的经济制裁 这个啊,整个过程就仿佛打出一记连换的组合选 然后呢,对美国也好,对英美联盟也罢 对吴亚联盟也好,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但这个时候呢,伊朗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 他们碰到的是谁啊,是美国总统当中川啊 当中川是谁啊,一个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人家根本就不care,不在乎这些国际秩序啊 国际惯例,国际秩序,国际法律什么的 对于他来讲说都不是事,都不可能成为限制他的因素 所以啊,人家川普早就天下无敌了嘛 那么美国啊,早已经在2019年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了 那美国退出协议之后呢,伊朗怎么服软,怎么事好都不管用 因为美国退出了协议后,还可以继续对他进行制裁 所以伊朗唯一能做的事呢,就是接受美国的最后通牒提议 把中程导弹全部都废掉 那在这一次的情况下呢,由于这个美国暗杀斯莱曼尼 让整个伊朗这事儿变得复杂了 尤其是前两天呢,伊朗还跟中国俄罗斯联合做了海上军事大规模演习 所以对于全世界范围内都知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是好朋友 是军事联盟,所以这件事啊,美国舆论上不占优势 所以呢,伊朗就立刻博得了多方同情 也借着这个机会,伊朗就宣布,嗯,我要退出核协议 因为美国退出了,我也要退出 那么伊朗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弄一个筹码在手上 所以说现在是逼着大家,美国也好,英国也罢 英法联盟什么的,都要重新开启谈判 什么时候啊,把这个经济制裁给我废除了 我什么时候就回来到核协议里面去 因为目前来讲啊,因为核弹头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 第二是美国,第三是中国,利斯好像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的 伊朗啊,就这点用,其实也只能生产了一两个原子弹 就不错了,多了呀,他也生产不出来 但是呢,他就是有这个手码在手上 然后呢,另一方面,俄罗斯啊,跟中国也都是他的好战友 只要一个眼神呢,只要在人群中一个眼神 就可以立刻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全人过眼神,我遇到对的人 然后呢,立马就是心灵神会 然后中国俄罗斯就分别开始去美国,川普,你们美国 你们尊重世界和平,你要起来跟伊朗重新展开磋商 你要回来谈判和协议啊,然后欧盟呢,也开始这样讲啊 然后欧盟呢,也开始这样讲啊,紧接着 大家都开始这样呼吁,让川普回到六方会谈当中 紧接着,紧接着,又出新闻了 这个新闻呢,就很有意思了 先是伊朗的新闻说,我们打死了美国士兵1.80多个 然后呢,三百个人受伤 然后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军事基地 可是啊,川普就直接发飞染回去 诶,我们的士兵都没死了,平日会被受伤 那一个碰了军事基地,你们吓唬谁呢你们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情报差异呢? 有人猜测啊,是这个川普眼白这个士兵伤亡真相 然后并不想老百姓嫌他无能 还有人说啊,这个伊朗可能是夸大数字了 为了让伊朗的老百姓能平一口怨气 那伊朗那边呢,并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 这些伤亡数字啊,都是来自非官方的报道 那么至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各有各的说法,那是一个废弃的机场 并没有多少驻军在那边 如果美国真的没有伤亡的话 全单给伊朗老百姓看了场烟花 正好过新年了嘛,平息一下重目解除这个危机 也算是一种圆满的解决方式了 双方特找的台阶下 其实呀,对于美国来讲 发导弹也好,炸飞机也好 都是无关痛痒的事儿 反正你们就打我,打也打不着,打也打不疼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呢,谁是最大的受害者 谁是那个倒霉孩子呢? 是伊拉克呀,因为美国也好,伊朗也罢 他们打架斗,从来都不在自己家 都跑到别人家后院去打 自己家呢,干干净净,别人家后院去被打 战火硝烟满目苍蝇的 其实啊,在这件事情上 双方都是有政治企图的 都不可以服软示弱 因为只要示弱了,就会被他的国民嫌弃 被老百姓骂,所以真正来讲 双方都是在使用政治策略 在进行政治较量,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互相圈粉 然后呢,各自借机会把自己政治生涯中 那些障碍和危机去除了 所以啊,苏莱伴尼的死 并不会让第三次世界大量爆发 也不会让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 恰恰相反呢,这两个国家 都是属于看利益比较重的 最终呢,就会走向一个和平 互相呢,都会做出一个对彼此有利的让步 都会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那这事啊,也不这么的过了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闲聊话题 纯属个人意见,供大家消遣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给我点个赞 订阅,转发,加评论哦 最后呢,希望世界和平天下大体 我是妮娜,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